望向天空 那双曾被爷爷称赞的星眸里 满含着期待与不安 每一次窗口的微风吹动 福宝的心都会因那份淡淡的思绪 而泛起涟漪 从那时起 他的视线中 时常映照出那副熟悉的身影 爷爷的曾经的承诺 是带福宝来中国旅游的 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然而时光如梭 爷爷的归来 却成了他心中永远的期待 他疑惑 他焦虑 是否那曾经的承诺 只是爷爷的善意谎言 他期盼着 盼望着有一天 能再次回到那片 充满回忆的爱宝乐园 与爷爷重逢 但如今 他只能在神树瓶默默地等待 期盼着未来的某一天 能再次见到爷爷的笑容 我们深感福宝的纯真与无助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 满载着对爱的渴望与期盼 这份深深的期待与疑惑 无不让人心疼与关注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 他能够再次笑夜如花 福宝是个有教养的孩子 他的言行举止 都透露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 他懂得尊重他人 也懂得如何去爱自己和他人 他的温柔不仅体现在言语上 更体现在他的行动中 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 去治愈那些爱他的人 他的笑容如同春日里的阳光 温暖而明亮 万物皆有灵性 福宝也不例外 他与周围的世界有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他能够感知到世界的善恶 也能够感知到人们对他的关爱与呵护 正因为如此 我们应该更加善待福宝 给他一个充满爱的成长环境 福宝的世界是纯真的 是善良的 它需要我们共同去呵护 当我们善待福宝时 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积攒福宝 因为我们的善良和关爱 会在无形中传递给福宝 而福宝的快乐和幸福 也会成为我们心中的一股暖流 这份温暖 不仅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 也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福宝一样的孩子 他们用自己的纯真和善良 去治愈这个世界 他们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明白 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 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呵护的 让我们共同为福宝加油 为他的成长和幸福祈祷 让我们用我们的爱去呵护他 让他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同时也让我们从福宝身上 学到更多关于爱与善良的课程 让这份爱与善良传递下去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总之 善待福宝不仅是对他的关爱和呵护 更是对自己的基福和修身 我们应该珍惜与福宝相遇的缘分 用心去感受他的纯真与善良 让这份爱与温暖 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同时 也要让这份爱与善良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份温暖和美好 让我们一起为福宝加油 为这个世界加油